外門大學的同學們大家好 咱們接著來學習第30講 固定資產的處置 這一節主要給大家說一說固定資產處置的概述 好 咱們先看到固定資產處置 包括固定資產的出售、轉讓、報廢和損毀 對外投資、非貨幣性資產交換、債務重組等等 但是大家事實上要知道 我們這個地方講固定資產的處置 其實講的就是出售、轉讓、報廢和損毀 基本上是這四種情況 為什麼呢 因為後面大家發現對外投資 由我們長期股錢投資 我們的非貨幣性資產交換 由我們相對應的章節 或者叫相對應的準則去說這個事 債務重組也是一樣 有相對應的債務重組的準則 和我們對應書上叫相應的章節 去說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在這其實談固定資產的處置是包括這麼多項 但是事實上也就是這個出售、轉讓、報廢和損毀 後面的事有後面相用的準則去規範 咱們在這基本不是太能涉及得到 下面說固定資產處置 一般通過固定資產清理這個科目來核算 這個大家要知道 固定資產清理這個科目大家要知道 好 第一個說固定資產終止確認的條件 說固定資產滿足下列條件之一的應當予以終止確認 這個就是貨的關係了 因為它叫滿足下列條件之一嘛 它不是同時滿足 只要這兩條滿足一條就可以終止確認了 講說第一點 該固定資產處於處置狀態 這個當然好理解吧 我們固定資產已經這個實質上的已經要把它處置 它已經處在這個實質上被處置的這個狀態了 那當然要終止確認了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說該固定資產預期通過使用或處置都不能產生經濟利益 這一條為什麼要終止確認 其實這一點暗含的是對應的我們這個固定資產的定義 因為我們固定資產的定義就講說 這項固定資產它的經濟利益很有可能流入企業 我們這一點就說 說如果通過使用和處置都不能產生經濟利益 那等於就說這項固定資產沒有經濟利益能帶來 沒有經濟利益能流入企業了 那在這樣情況下 它是不滿足固定資產的定義了 所以要終止確認 所以這個第二點其實還是這個可以稍微說一說的 因為它暗含的是這個扣住了固定資產定義 它來談這個問題 第一點處於這個處置狀態 這個它就實質上已經被處置了 那就當然要終止確認 這個沒問題 好 下面看到 說企業出售转讓報廢固定資產 或發生固定資產損毀 應當將處置收入 扣除账面價值和相關税后的金額 寄入當期損益 這個當期損益 其實指的就是營業外收入或者營業外支出 看我們是利得還是損失 說固定資產的帳面價值是固定資產成本 扣除累計折救和累計減值損失之後的這個金額 叫做固定資產的這個帳面價值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後面有一個這個處置的核算的示意圖 咱們一起來看一下 就講說說這是固定資產處置 首先第一步我們要通過固定資產清理這個科目去核算 這個固定資產清理這個科目有點類似於我們構建固定資產的過程中 使用的叫做再建工程這個科目 我原來說過 我說再建工程科目是一個成本歸級的科目 我們有一些這個成本費用要寄往再建工程里寄 寄完了之後 比如說我們有一些這個殘料啊等等 也是有一些盤盈變價的收入 我們要從再建工程里充要充再建工程 這個地方固定資產清理的這個用法和這含義 其實和再建工程比較類似 只不過那個是在固定資產構建的那個階段 這個是在固定資產處置這個階段 或者叫清理的這個階段 其實這兩個科目的意思差不太多 好 那我們一項一項來看一看 我們這個表這樣橫著看 說這個固定資產 首先固定資產要轉入固定資產清理 對吧 這個叫轉入清理 同時固定資產有累計折救 累計折救按咱們前面準則的原文叫做轉修 也要記入這個固定資產清理 這是第一步 第二步 我們需要支付一些清理的費用 因為比如說我們一些拆除費啊 什麼運輸費就把這個固定資產運走 或者拆除了之後運走 支付一些運輸費啊 清理費 拆除費等等 我們實際上用營養存管去支付了 沒關係 支付完之後也要記入固定資產清理 同時我們拆除的這些固定資產的零部件 有一些還可以把它賣掉 或者叫做變價收入 就是這個地方叫做變價收入 那我們收到了錢 也要去充這個再見 收到了 收到了錢這個變價收入 我們也要去充這個固定資產清理 好 再接下來說 如果說我們處置了這一項固定資產 它是一項不動產 不動產的情況下 我們現階段還是要交營業稅 那好 那就是應交稅費 應交營業稅 確認的金額 我們也要記入固定資產清理 這個叫做計算繳納營業稅 這一步是不要忘了 我們目前盈改增 還沒有進展到這一步 所以這個地方還是營業稅 如果說我們處置的是不動產 那就是這個營業稅 沒有問題 如果我們處置的是動產 那現在已經涉及到增值稅的問題 那增值稅 我們處理方式和這營業稅是一樣的 也在這個地方 只不過就是應交稅費 應交增值稅嘛 該記入固定資產清理的 也是要記入固定資產清理 這個沒有問題 好 下面 如果說我們這些残料 就是還能拆除一些這個零部件 有用 就是本企業自己有用 我們沒有把它賣掉 因為如果賣了 就是變價收入了 如果說這個固定資產 我們拆除一些零件 我們還有用 我們把它記入這個原材料 那就是涉及到一個残料入庫的問題 残料入庫一方面要增加這個原材料 另外一方面要充這個固定資產清理 這個也是 大家要注意 好 接下來就是說 那我們已經通過固定資產清理 對吧 規集了這個成本 那我們要看一看我們這一項固定資產清理 或者要處置固定資產這個事兒 到底是給企業帶來了這個利得 還是帶來了損失 這就是最後一步 就講說我們固定資產清理看 是要記入營業外收入 還是記入營業外支出 如果說是這個清理有淨收益 或者叫淨的利得 我們要記入營業外收入 反過來說 如果是清理完之後是損失 那我們記入營業外支出 正常情況下 往往是這個營業外支出多一些 就是清理淨損失 我們記入營業外支出 這樣我們這一項固定資產的處置 或者叫清理 才算是這個原原本本的做完 特別是強調這個固定資產清理 這個科目的使用 大家還是要知道 好 這些課就到這 謝謝大家